选择行业最高光的时候上市 有时候对二级市场的投资来说是一场灾难 那些吹泡沫吹起来的巨头 最怕的就是暴晒在阳光之下 资本包装出来的项目里 我们看到了光环都是他们想让我们看到的 在上市及高点的IPO项目里 究竟谁该为资本的故事买单呢 去年11月号称特斯拉杀手的Raming 成功在纳斯达克上市 作为拥有亚马逊福特背景的 超级电动车品牌78美元的发行价 120亿美元的融资规模 造就了美国史上最大的IPO之一 当时他上市的唯一使命就是打败特斯拉 赋予这样的责任之后 市场也对其高看了一线 上市之后才在新能源退潮的最后一波巨浪中 他的市值一度超过了1500亿美元 约合人民币1040元 上市几天之后就干翻了戴姆勒 其后又脚踩大众 一跃成为全球第三大汽车制造商 然而上市的高光最终都要转化成为最硬的实力 不管上市之前光环再闪耀数据都是最重要的衡量标准 没有之一 当我们揭开Raving神秘的面纱时 惊奇的发现 2021年该公司生产了1015辆汽车 交付量仅为920辆 不仅如此 这家公司到目前仍然没有大规模的生产能力 不少的工厂只存在于他的招呼书中 最重要的是Raving最大的订单来自于金主亚马逊 核实陆地依旧是迷 对于Raving的忽悠能力 就连最擅长做PPT的贾跃亭都不得不服 上市前Raving是资本眼中的香火火 尤其是2019年没有电动汽车下线的情况下 一年进行了四轮融资 融资我度高达了28.5亿美元 上市之后Raving的表现不敢说全球最差 最起码就是纳斯达克最差的巨头 一场泡沫的盛业来得快去得也快 投资者要比的不是时间的玫瑰 而是逃跑的速度 四个多月的时间里Raving跌去了80%以上 市值中发了超过1200亿美元 约合人民币8032亿元 如果用Raving的基石投资者福特的市值计算 大概等于两个半福特 4月27日福特发布消息称 公司因为持有Raving12%的股份 致使其第一季度损失了54亿美元 紧接着亚马逊发布财报称 因为Raving股价下跌超过50% 致使亚马逊损失了76亿美元 巨额的亏损面前 没有人能够保持理智 5月11日 Raving发布了2022年QE财报 Raving营收为9500万美元 低于市场普遍预期的1.312亿美元 净亏损为15.93亿美元 同比增长-284.78% 这份巨烂的财报面前 Raving为了给投资者信心 重申了2022年生产2.5万辆电动汽车的决心 不得不说Raving的态度还是得到了市场的普遍认可 但遗憾的是 他没能够换来精神投资者的继续加入 而是被福特无情地抛弃 财报发布前几天 福特抛售了Raving800万股 早在去年11月 福特还取消了与Raving联合开发电动汽车的计划 只保留了其持有Raving12%的股钱 5月12日 Raving在悲观的情绪中 盘中一度大涨29.32% 周盘涨幅17.96% 大涨的股价没能让福特驻足观望 而是继续的减值 5月13日Raving发布了公告称 福特卖出了公司700万股 福特公司发布公告称 公司的减值价格为26.88美元每股 交易完成之后 福特汽车的持股降至8694.8万股 目前全球新能源的风口正在退潮 衡量新能源车企的标准 已经从概念转变了具体的交付数据 以及具体的产能 对于新能源车企而言 行业已经开始从南海向风海过渡了 一步慢步步慢的例子 正在无数企业身上上演 技术等不了太久 投资者也等不了太久 商业时代真本是 才是资本信赖的长久保证 2016年瑞宾以1600万美元收购了位于伊利诺伊州前三菱汽车工厂 将其改造为优某工厂 据期该工厂2023年才具有15辆车的产能 未来作为美国皮卡车的老大福特 在电动车领域一定会和瑞宾有一场惨烈的遭遇战 种种迹象表明 瑞宾当下的处境并不是太乐观 要想重回巅峰 瑞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